大家好,今天的DIY视频是介绍如何用这个废弃的这个DVD的ROM 那么我这里呢,是一块扁平的DVD ROM 那我们来制作这个二维的这个激光刻鲁鸡 那么这是拆后的这个DVD的ROM,非常薄的一个薄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呢,有一个很小的步级马达 好了,那么我们第一步呢,就是把这个光驱呢,把它分解 是的,可以估计看 可以保养可以支持 你们看是不是 这个光驱! 没有这个光驱全部都没用 我都能把这个光驱的放太多了 一遇心不过对面同一个光驱 对面呢,就像的时候不过对面有点 然后就像一样的光驱 然后,那么别扣着 好,比如说,这个光驱 那么这外面呢有一些 这个tape 那么需要把这个tape都打开 那么外面的螺丝呢都要拧开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壳呢基本上就打开了 那么我们拿一个这个区别针呢 做了这个东西呢在这个洞里面顶一下 那么这时候看到了这个光区呢就打开了 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呢有一个 这是它的光区的一个后门 当你的光盘卡住的时候呢 卡死的时候那么通过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打开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就需要用这种方法把它打开 那么打开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光区 这后面的螺丁呢我们开始进一步分解 那么即可 好,基本上这个就可以打开了 那么这个边上还有一些粘粘的卡口 那么这时候没什么好说的 那么就使用暴力把它打开就完了 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我们这个光区啊 就基本上全部都暴露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 把这几个排线呢打开 好了,排线打开了以后 然后呢,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排线 那么打开 那么同样的道理呢 那么在这个后面呢也有排线 那么也把它打开 当然这个时候 其实你如果反正也是不要的 你们可以使用暴力呢 那么完全所有的东西都进行撕扯开来 这也是没有关系的 好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这个CD的布铁马达 我们把这个CD的布铁马达呢 把它拆卸 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并不要 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并不要 都不看到的 那么也可以 就鑫不得不得了 不得了 那就这样 那么真的 这个搅长 然后叫做 好了 那我们拆卸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 我们问题出现了 当你拆卸某一些这些微型的这个DVD马达的时候呢 那么并不是所有的这些光区都是符合要求的 那么比如说这一个呢 它就并不符合要求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呢 是普通的DC马达 而不是像我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是一体化的不进马达 那么如果你遇到了这种CD-ROM的话呢 那么这个就是不符合要求的 那么你必须再去拆一块 好了 那么我现在又找到了一块这个光区 那我们看看这次呢 这个光区的运气怎么样 我现在看着这个光区的运气 我现在看着这个光区的运气 好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的好 这是一块布基马达 所以这是我们非常理想的一个目标 好了,我们把这个光区打开 后面的排线拉开 好了,那么光区就打开了 打开,那么这时候如果有一些线 那我们不要了,割掉就完了 好了,那么这次可以看到我们的光区就被完全的拆开 那么这些排线简单粗暴,全部割掉 那么就剩下了我们的这个所需要的光区 那么这个光区呢,仍然比较重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CD的这个驱动器 我们把它这个CD的驱动器呢,去掉 只留下我们的这个横轴 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一样的道理 也有一些这个数据线简单粗暴,割掉 好了 这个时候就只剩下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盒了 看,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就使用这个呢,来制作我们的 那么下面一个阶段呢,我们来做支架 那么这个支架的话呢,我找到了一块比较厚的木板 那么你们呢,可以大家自己找材料 这块木板呢,那么首先呢 我先把这一块呢,底下的这个X轴 那么摆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运动一下,那么大概的实测一下 那么我通过铅笔呢,画出它的这个轮廓 对吧 画出它的轮廓出来 画出它的轮廓出来,那么我们经过运动的话呢 那么我们知道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距离呢 是从这儿到这儿 那么这个位置呢,是可以从这儿呢 移动,最后呢,移动到这个地方 这大概呢,是40毫米 这是40毫米的移动距离 好了,那么 下面的问题呢,就是要设计我们的这个Y轴 那么这个Y轴的话呢 那么我们肯定是架设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轴向呢,是这么运动 这个是这么运动,这个是这么运动 它的位置呢,显然不能在这个地方 那么当,不然的话呢,就没法去交叉了 那么我现在的设计的位置呢 那么待在这个位置 那么正好可以在这儿 那么实际上有点偏差也不要紧 因为底下的这个台面呢 可以再进行自由的调动 因为你的最后的那个画板 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光刻板呢 不一定就在停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多出来一点 少出来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自由调整 那么基本上呢,现在的位置是这样的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 又画了一条这个线 好了 然后呢,这个木板的 考虑到这个木板的厚度呢 如果我架设在这个木板的厚度 大概有这么厚 对吧,这是木板的厚度 这是木板的厚度 木板的厚度以后呢 我们后面还有在木板的后面的架设电路 那么我希望呢 留一定的这个空间 好了 那么最后呢 我就把这个 这就这条线呢 我认为呢 我在这边要切一刀 切一刀完了以后 这样的话 我的这个木板呢 就可以架在这个上面 好了 我们下面呢 去切一刀 那么在切的时候呢 同时呢 我们也要把这个做好 因为在这块木板被切下来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 最宽的距离 这是这个轴的最宽的距离 那么这块木板呢 被切下来了以后呢 要架在这个上面 那么架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要留足够的位置呢 让这个可以移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块板子呢 那么基本上是在这 所以呢 好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那么要挖一个坑出来 在这个木板上面 要挖一个坑出来 对不对 因为这个木板呢 底下的纸呢 可以从这个坑呢 进行自由移动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待会儿呢 一起要加工的 好了 我们现在呢 下面去加工一下 好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现在已经通过使用丝锯 那种比较漂亮的丝锯 我们已经把这两块木头加工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是我刚才底下的呢 这一块 CD-ROM 那么这一块木板呢 我就会架势在这个地方 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这个一定要垂直 这块木板不仅仅是要垂直 而且它的这个方向 在X轴的方向 那么跟X轴一定也要完全垂直 那么原因很简单 如果这个方向 如果不垂直的话 那么实际上 如果你安装成这个样子 那么有偏差的话 那么激光头呢 在这上面不能完成精确的工作 所以这部分的工作呢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仔细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先使用 在固定之前呢 我先使用浇水的方法 把这个 两块木头呢 浇在一起 浇完等它牢固了以后呢 然后我再用锚钉呢 把两块木板再锚在一起 那么这个浇水呢 我现在就是使用这个 Argy Gale 那么清新的把这些Argy Gale呢 那么撒在 石柜子在这上面 石柜子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用Squiz太多 因为待会呢 我仍然需要用这个 那么螺钉呢 对它们进行完全的固定 好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力求要保证呢 跟X轴呢 是完全水平的 垂直的 其实在这个阶段呢 如果做得更漂亮一点的话呢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画一个这个 X线 然后用直角尺呢 在这里画一个Y线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呢 进行精准的 对齐 那么至于这一块X的这个CD-ROM 那么我打算呢 就简单的使用双面胶 把它胶在这个底板上 而不使用螺钉固定的方法 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项目呢 是激光的时刻 这个激光的时刻呢 因为它 对这个震动各个方面的要求 不是太高 所以我就把它直接 装在我的这个双面胶上 那么我现在运用我的双面胶 那么精准的呢 把这个它的形状呢 刻出来 一样的 同样的方法使用双面胶 这一边 非常精准的把这个双面胶呢 装好 好了 可以看到这时候 我们的这个双面胶呢 已经都完全的贴好 如果稍微有一点 边角的话呢 我们拆掉 好了 那么现在表面上看上去呢 一切都是非常的 进行的很顺利 好了 那么这时候 我们把这个 这个还没有完全的干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双面胶 打开 好了 这时候呢 也要保证这个 横轴 基本上目视的方法呢 X轴 跟这个Y轴呢 是要完全的保持水平 那么通过各个角度呢 那么目视来看 那么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好的 那么下面一个阶段呢 就是把这个 就是把这个 Y轴 在这个地方贴好 那么在这个贴这个Y轴之前呢 我需要等这个胶水呢 完全的干透 然后通过这两个锚钉呢 从底下把它锚上来 把这个台面呢 捞捞的固定住 因为这个东西呢 不能有任何的晃动 好了 那么目前呢 基本上已经干的差不多了 我们找到这两个 螺钉的高度 正好比较合适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对它要进行 这个一次转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转的这个距离呢 大概就是这么长度 那么这么长度了以后呢 大概我们知道 哦 大概正好 这就是我转的位置 那么呢 我对它进行这个 高速转 好了 这一个转呢 就轻松的完成了 那么我们呢 这个 使用这个转枪呢 把它转入 好了 漂亮亮 烧花烧梗 这个时候呢 仍然不忘了 回来看看我们这个 是不是有错动 那么浇水是很厉害的 因为我用的是GEL的那种 UGEL 是非常的强力的浇水 好了 因为我使用的是 高速转呢 动力是不够的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不能太 不能太crazy 同样的方法 可以了 那么最后呢 用手拧一下 把最后的这一点呢 拧到位 那么这时候就 整个台面就非常的 漂亮 没有任何的撕 好了 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个架子呢 基本上就已经 做好了 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门 看见了吗 那么我们的光区呢 可以从这呢 带着一个板面 四十毫米的 大概四十毫米的板面 可以自由的这个进出 那么为了保证呢 我们这个 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这个门呢 现在是七十毫米 所以这个地方 是七十毫米的宽度 那么四十毫米的 这个 这个轴距的话呢 是完全是可以通过的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阶段呢 就做完 那么我们下面呢 开始安装我们的 这个 歪马达 那么歪马达呢 也是一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呢 头 那么我们当然不希望 这个头进行阻挡 我们希望这个平滑的部分呢 哦 实际上这两面都有头 那就没有办法了 头一头吧 要不我们就用 刀子把它裁掉 或者我们就用刀子 把这边的头 因为大家可别忘了 因为这个地方是马达 马达呢 这个地方还要布线 所以布线的话呢 也有一部分的头会出来 如果 那么理想的情况的话呢 我们如果把这边砍掉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也有一定的 也有一个小头出来 我觉得关系不是太大 那么我最后的决定呢 就是把这个头 给它去掉 用钳子把它去掉 我觉得可能就会比较理想 然后在去掉之前呢 我们先算一下它的这个距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 这是下面的轴 轴的宽度呢 那么我们希望呢 在这个地方均匀的移动到这儿 对吧 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 如果这里放一个激光笔的话呢 这个激光笔的位置是在这儿 那么通过这儿呢 移动到这儿 那么激光笔呢 这时候在这儿 激光笔在这儿 差不多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再过来一点点 对不对 再过来一点点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激光笔呢 你看 移动的位置呢 就正好是从这个门 从这儿移到这儿 激光笔从这儿 门的这个位置移到 这个位置 正好是它的中间 好了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画一个 框出来 好了 那么这个样呢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钳子呢 将把这个能去掉 那么我们记住呢 用这个钳子 把这个去掉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使用很大的力气 你看我这时候 使用了一个小小的偏口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把它剪掉 实际上是 因为我们不需要 使用很大的工具 这样的话 在这个钳的过程中呢 把我们的这个板子 可能会变形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 我们就把它剪掉 好 剪掉完了以后呢 下面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 装在这个上面来 装在这个上面来 同样的方法 我觉得呢 还是使用我们的这个 双面胶的方法 这个部分 好了 我们现在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双面胶的 这个一半的撕掉 把这个机器呢 比较非常 也是一样 要保证它的这个水平 固定在我们这个 台面上 好了 这个片呢 这两根轴线呢 要跟这个台面呢 是平行的 那么通过木式的方法呢 那么基本上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知道 如果稍微有一点偏差呢 也是 也是OK的 因为我们必定只有在 40毫米的范围内进行移动 如果是移动在 这个七八十毫米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 非常非常的精准 那么既然只有40毫米 这么短的距离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 可以了 通过木式的方法就可以了 那么这时候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这个都是可以 很自由的移动的 好了 下面的一个步骤呢 我们就是要对它进行 电路 我们必须要这个 用焊的方法呢 把这个四个线呢 不禁马达的四个线呢 从这个地方的焊出来 从来接出来 我们现在呢 就做这个工作 那么这个四个马达的 步骤马达呢 一共有四个线 两两一对 我们这个时候呢 你看 我把这个排线呢 就一次选出四根 那么这四根呢 就分别对应着我们的 两堆的这个步骤马达 那么这个线的距离呢 那么我认为从这儿 看 如果到 后面的接板 接线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候后面我们的防护板 那么这个防护板呢 从这儿到这儿的话呢 那么这个距离的话呢 应该是够的 如果我就接在这个后面的话 从后面接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距离呢 正好是合适的 那么这个Y轴的这块板呢 当然是肯定是合适的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把它剪掉 好了 我们使用包线器呢 把它进行 这个非常漂亮的 把它们一个一个线的包掉 那么这时候这个因为这个线呢 好了 那么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这边呢 这四根线呢 歪轴的是四根线呢 也剪掉 同样的方法 包线 好的 这时候这个四根线呢 都非常漂亮的 接出来了 我们下面呢 就是要用这个电焊 把它们焊在焊上去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对它们进行焊 那么首先呢 所有的这些焊丝呢 要进行一下过锡 好 过完锡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要注意 我们这个这个 因为这个电路板呢 是非常非常的细响 所以呢 要 非常非常的仔细 而且呢 保证这些线路呢 都不能短路 那么这是一根 这个线呢 稍微有点长 那么呢 我把它 多焊进去一点点 好的 这是第二根 那么这是一对 这个地方呢 焊的短一点 好的 同样的方法呢 这个里面呢 要焊的稍微 进去一点 省得它们这个线路呢 碰在一起短路 好了 这时候呢 可能再给一点锡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基本上 把这一个线 焊完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的话呢 这几个部分呢 那么基本上 目视一下 应该是 没有任何的短路 那么当然 待会呢 我们还要进行 实际的测试一下 好 那么这是一块 放在一边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做 这一块 同样的办法呢 也是先要给每一个 过一下锡 好了 那我们把这一线呢 全部都 分别接出来 然后用这个欧姆表呢 进行实测 这时候 我们把欧姆表呢 打在这个 两千的位置 我们对它们进行测试 看看里面是不是有这个 短子的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先测右边的这一对 那么这个大概呢 是 连着的 22欧姆 那么呢 这是理想的情况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 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这条线 那么这两边线呢 因为它们是一对的线圈 所以它们 当它们是22欧姆的时候呢 没有任何的问题 看 22欧姆 那么现在最关键的话呢 那么这22欧姆和另外的线圈呢 应该是要 哦 你看 这个出问题了 这个出问题了 它应该跟它完全的不通 但是呢 现在居然有电 居然是通的 这就说明我们在这个 这个歪线呢 焊的有问题 但是没关系 我们现在看看 我们的另外的这两根 这两个做的怎么样 接出来了以后呢 也是一样 看 两两一对 两两一对呢 我们进行欧姆表测试 先看看它们是不是 这两对之间呢 属于正常的这个欧姆值 哦 那就说明这两个呢 黑的现在没有任何显示 那就说明这两个之间呢 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个蓝的和绿的 它们不是一对 那么谁和谁是一对呢 我们就找到那一对 看看黄的和这个绿的 黄的和绿的也不是一对 那就看这个金黄的 orange跟这个 orange跟这个绿的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orange跟绿的呢 那么这是一对 这两头这是一对 因为这个也大概make sense 你可以看到这个orange和绿的呢 最后是接到我们 这个右边的这两个线圈上面 所以它orange它是 那么这个马达的排列呢 那么这是一对 所以呢 大家就记住orange呢 跟绿的确实是一对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测了 它跟其他的呢 都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的交界 这就说明这个汉的是非常的好 orange跟绿的一对 那么现在同样的道理 那这个黄的和蓝的 那就肯定是一对 它们一定是一对 不然的话 那就说明这是一个坏的 看 对不对 也是2027欧姆 好了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呢 是汉的是非常的好 那么黄的绿的 那么就是说 1324 那么各式一对 那么大家记住就就 待会记住就行了 好了 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要 要从反攻这个工程 那么刚才这个工程呢 现在看来 就是有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来 仔细的检查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了 那么通过目视呢 确实已经看到呢 这个 是有问题 是有问题 尽管非常的小 但是 小 也有它小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需要再重新的 去工作这个 位置 那么 经过多次测试以后呢 那么我认为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呢 能看清楚这个 太小了 我们 现在的 解决的办法呢 那么就是把这个 马达卸下来 把马达卸下来了以后呢 对马达呢 进行这个 重新的焊接 我们看看 会出现什么问题 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小心翼翼的呢 把这个马达呢 拿出来 看 那么大家 在拿出来的时候呢 切记切记呢 不要把其他的东西呢 给损坏了 好了 那么在 拿出来的情况下呢 仔细的分析 这个情况 这个还真是 从表面上来看 还真的是 非常难分清楚 到底 那么我现在看到了 我已经完全的看到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确实是有一个 这个两根白线之间 那么确实有一个粘连 在这个地方 确实有一个粘连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 那么这时候 我们需要用这个 小刀呢 对它进行精确的切分 因为这个东西 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一般的小刀呢 还不行 那么这时候呢 对于DIY来讲 家里面需要各种各样的工具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呢 一个非常小的这个剃刀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用我用这个小的这个剃刀呢 对这个电路呢 进行 修正 好了 我们用这个剃刀呢 可以看到呢 已经完全的把这个 两个电路给分开了 分离了 分离完了以后 我们这时候来再进行一次 电阻的测试 测试看看 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么大家注意 看我右边的这个欧姆表 那么这个欧姆表呢 我们现在来看呢 现在 我们现在看正常的这两个呢 是不是 可以看到24欧姆 33欧姆 这都是对的 那么他们之间呢 你看 哦 怎么还会有呢 看来这个麻烦很大 还不仅仅是这么简单的事 为了防止 在这个地方会有问题的话呢 我现在用剪刀呢 把这个线剪掉 它多余的排线去掉 那么这时候 白线去掉了以后 那么我再一次进行这个观察 那么我觉得这个纸线呢 有点让我看不清 这个实际的这个方向 那么我就把它 调整一下 我把这个紫线调整一下 把这个紫线拉开 把这个紫色的这个线路拉开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 比较的清楚的看到这个线路了 那么我还是认为呢 已经好了 为什么会 这时候我把它焊上 焊上完了之后呢 再进行一点点的观察 到底什么地方会有这个短路的情况 这个地方还是最可疑的 所以呢 我再把这个地方呢 多削掉一点 这时候可以看到过多的锡呢 都已经被我完全的削掉了 那么至于这两个地方呢 那么至于这两个地方呢 是完全的 完全的 断开的 所以现在可以看来 中间的这个十字 应该已经很清楚了 不应该会有任何的短路了 除非 这个地方 好了 我们这个时候再用欧物表来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用欧物表呢 也不测那个线了 我们直接来测这个 这个几个点吧 这是欧物表的使用了 这时候就应该要用筷子一样 不行 可能我们还是得要用这种 这个方法 这是一对 那我们来先看它 所以呢 这两个呢 是好的 哦 你看 现在 已经好了 这两个现在已经不通了 看 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这两个不通了 所以这两个不是一对 那谁和谁是一对呢 通过这个分析 还是跟刚才的一样 那个黑线和紫线 应该是一对的 我们来看黑线和紫线 是不是一对 果不其然 看黑线 一三 所以跟刚才是一样 黑线 然后我们这时候来测其他的线呢 你看 好了 已经完全断开了 那么这个工作呢 已经做得完 非常的完美了 那么我们再看呢 这个剩下的这两个线 我们换两个角 那么这两个角呢 可以看到呢 黑线和白线 哦 错了 这一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 刚才是黑线和紫线 那么我们现在看 两根白线之间 果不其然 两根白线之间 那么现在这样 是完全的接通的 所以两根白线呢 是通的 Y轴的两根 X轴的两 Y轴的两根白线 中间两个是通的 然后呢 外面的是 是外面两个的是一对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基本上 就完成了这个 电路的焊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部分的工作呢 需要做得非常的仔细 如果你不是很确信 这一部分的工作的话呢 那你的后面就会 可以肯定完全失败掉 好了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装回来 再把我们的马达呢 装回来 马达装回来以后 好了 装完了以后呢 那么这时候 不要忘了再测试一下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 就基本上全部装完了 装完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 这个线路啊 因为我们 这个这些地方的 这些线路 都是非常的这个脆弱 那么因为这个焊完了之后呢 这个线路呢 我们不需要 它在任何的这个移动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使用GrooGun呢 把这个线路啊 全部都连接在 在我们这个木头上面 好了 等它呢 完全的 吹干 就基本上就肯定是牢固的 好了 这个时候呢 这边呢 基本上已经牢固了 我们趁这个GrooGun呢 还没有完全的这个 那么凉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用GrooGun呢 把这个线路呢 为了不挡挡 那个平面 我们应该这个线路呢 应该是在这个部分呢 进行一次GrooGun 好了 这时候GrooGun的电源可以拔掉 好了 这时候就基本上就好了 那么好了 我们这个Project看上去呢 So far呢 已经把X轴和Y轴呢 都已经完全都固定好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线路呢 也可以看到呢 非常 都已经接过 接到后面来了 那么接到后面来了以后呢 下面一个步骤呢 就是要进行这个 我们的这个板子 我们的电路板 那么我们这个电路板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是XYZ轴 那么XYZ轴的话呢 我们的布局的话呢 我们现在就要进行 仔细的考虑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X轴 X轴的话 如果我们把板子 如果图方便 这么布置的话 那么最后这个线路呢 是长度是不够的 那么你需要 当然你也可以再去 加接这个Relay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呢 那么我可能会选择 直接在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X轴呢 就直接就接过来了 那么Y呢 没有问题 Y轴因为就在背板上面 它没有任何的技术难题 好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就需要把这个板子呢 固定在这个地方 固定的时候呢 这时候一样的 我们也需要呢 进行计算一下 看 在这个位置 对吧 这个位置要打一个洞 我们在这时候呢 有四个这个 这个支架 支架螺钉 那么我这个支架螺钉呢 要把它们全部都给接上 那么这个支架螺钉呢 这个差不多 就这么长 所以呢 我们第一步呢 就把它接上 好了 一样的 我们使用我们的这高速钻 那么这个高速钻呢 这时候呢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一点 好 高速钻的第一个动物完了以后呢 可以考虑试一试 看看这个螺钉 长度都对不对 好了 可以看到呢 非常的好 那么第一个呢 这个螺钉呢 就这么拧进去了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完了以后呢 这时候 我决定呢 不装那么多 就装 不用装四个 装两个就够了 因为我讲了 这个东西呢 没什么震动 不需要 那么的严格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打算在这儿呢 再钻一个就可以了 在这个位置 看 这个位置呢 再钻一个 这个 打击了 这时候 这个呢 也钻进来了 一样的 不用这个 钳子呢 把它们 拧上去 好了 一切 现在看来 似乎还是比较的 完美 下面的话呢 我找两个螺钉呢 把我们的这个 拧上 就可以了 所以做 DIY project 时候呢 家里面 必须要有足够的 这些 零件 如果你们家里的 这些 零配件 不够多的话呢 这种 project的话呢 难度就非常的大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我 这些零配件 那么都是 哪得到的呢 那么这些零配件 当然一种方法 购买 显然是一种方法 但是 对于 DIY来讲的话呢 这种购买的方法呢 并不是 可取的 因为 这不是DIY 那么 那么 我的零件呢 一般都是从 这个 各种各样的 垃圾里面淘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这个挑选 这个零件的过程中呢 我也不是那么 sure 因为 这个 螺钉 实在是太多了 因为我在这里面 拆了各种各样的螺钉 所以 我并不能保证 有一颗螺钉呢 就一定管事 那么我想 这个螺钉呢 肯定是管事的 好了 这颗螺钉呢 果不其然管事 那么 那么已经都装好了 那么呢 我需要再找 另外一颗管事的螺钉 那我想 这个螺钉呢 一样也是管事 非常的漂亮了 非常的漂亮了 以后呢 那么刚才 我在转的时候呢 产生了一些 这个木屑 会灰尘 那么我就把它 给它去掉 因为本来的话呢 也可以使用那个 L杠 但是我不希望 在我的这个家里面呢 产生太多的 这个粉尘 好了 那么去掉了以后呢 用湿麻布呢 那么就把这个桌面 就打扫干净就好了 我们准备下一个阶段的工作 好了 那么这个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呢 就是对用这个 我们这个大的 大型的这个锂电池啊 这是我也是自己制作的 这个大型的 这是3S 3S的锂电池 那么大容量的 2700毫安的 这是我用来飞无人机的 这是飞很大的 大型无人机的飞机的 那么我把它呢 经过这个电源呢 就做了 对这个 我们的这个 Arduino板子呢 进行供电 那么这上面写着 Power是12V 那么我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11.89V 好了 那么我把这个地方呢 进行供电 那么大家这时候呢 还没有接线 供电完了以后呢 这时候板子没有开 因为这有开关 好了 我们开关打开了以后 那么实际上这个板子呢 开始上电了 上电了以后呢 我们这时候把我们的 万用秒打开 打到这个20V的这个伏特档 那么这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呢 就是说要对我们的A4988呢 这是一块这个驱动和翻译器 这是一块驱动和翻译器 我们对这个驱动和翻译器呢 要进行一次测试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这个驱动 这是它的D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0.22V 那么0.22V呢 这是说 这是对我们的这块马达 进行供电的这个 供电指标 那么我觉得0.22V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像这种的这种步进马达呢 0.22V呢 仍然会比较偏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 把0.22V呢 进一步的下调 那么通过呢 调整这个行动面译器 那么进一步下调 下调完了以后呢 我看看这个 动力挡有多大 那么这时候回到0.16 那么我觉得0.16呢 对这样的小马达来讲呢 它的供电 这个V reference 和它的这个current呢 就已经达到指标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认为这个地方就好了 那么现在呢 下面的同样的方法呢 我要把这个A4988装上 对这个Y呢 进行一次调整 好了 那么我们接着来做 我们的这个DIY 那么隔了一天以后呢 在继上次的那个 几个小时的制作以后呢 那么我在第二天 又居然发收到了 另外一块电路板 那么这块电路板呢 比我这块 左边的这个电路板呢 那么做工呢 明显要粗糙了很多 但是呢 似乎功能呢 我认为没有任何的差别 这块板子确实是精致 但是价格呢 贵得太多 所以我觉得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贪便宜的 所以最后的选择呢 我把这块板子卸了下来 那么我换成了这一块 更加小的 用使用这个Nano 驱动的这块板子 那么同样的方法呢 那么我把这个电压呢 加上来之后 又对他们进行了 分别的这两个 4988翻译器呢 那么进行的调整 那么大家看这个右边呢 那么这个呢 回到了0.14 那么这个呢 也是在0.15 所以呢 这样的两块 微型的马达呢 那么我认为呢 电压已经完全的 达到了指标 那么下面呢 我就是把电源去掉了之后 那么我开始呢 要对它进行接线了 好了 那么这个接的这个线路呢 按照我们上次 用O5表测出来的 我知道呢 这个13呢 是一对 在X轴方向 那么在24呢 X轴方向呢 又有一对 那么这个Y轴的话呢 是14是一对 两个白线呢 那么又是一对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线路呢 就接完了 我们把剩下的呢 就是在我们Glue之前呢 把这一线呢 非常nicely呢 把它put 好了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这个 整个这个线路啊 都已经接完了 都已经接完了以后 我们下面呢 的做法 在安装我们的这个激光器 以前呢 要对我们这个XY啊 要进行一次测试 看看我们这个XY的电路啊 到底怎么样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 Nano呢 就加载我们的这个 叫做GRBL 控制器 我们把这个控制器加载 加载完了以后呢 我们对它进行一次实测 看看这个 到底有没有达到指标 好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呢 对我们这个板子呢 进行这个 装载我们的程序 那么我可以看到了 这时候 我把这个 Nano呢 接到了我的电脑上面 那么Nano 接到了我的电脑上面以后 那么首先呢 我在这个 Aduino上面呢 把我的这个 这叫做GRBL 这个上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程序呢 现在正在编译 可以看到正在编译 那么编译完了之后呢 那么现在呢 正在上传 那么我们稍微等一会儿 好了 现在呢 上传已经完成 那么这块板子呢 已经最被preload的 这个GRBL的这个 接收器 我们下面呢 就是启动我们的这个 回到这儿 我们就启动 我们的标准的 在我们的download底下 我们叫UGCS 那么这是一个Java程序 那么这个版本呢 就叫UGCS Sender 这个Sender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版本 那么我只是使用了一个 一个General的版本 一个Java的版本 那么这时候呢 打开通信 那么可以看到 这时候呢 可以看到我这个GRBL的版本呢 我开始preload 是009J版本 那么我们这时候 可以看一看 它的那个状态 $$ 可以看到呢 所以这个版本的一切都 非常的正常 好了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要开始呢 回到这个机器的状态 对这个机器进行控制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已经把这个电压呢 电条呢 调到了我们的12V 11.8V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我们这个板子呢 进行加电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12V的电板呢 已经被加上了 加上了之后呢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板子 一共弄过来 我们主要就是要看 它的这个X和Y轴的 这个表现怎么样 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Y方向进行驱动 你看 哦 非常好 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Y方向 在我这边控制的时候呢 Y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现在 下来看看这个X 哦 X有问题 这个X居然有问题 那么这时候 到底是什么问题 它是马达在驱动 但是它并不动 那么我必须要 仔细的检查一下 这到底是村的 什么地方有问题 哦 那我突然发现了 哦 那么我发现了 这个地方好像似乎 有松动 哦 我想起来了 那么这个板子呢 是在我当时拆卸的时候呢 这个上面有一块 那个静止的那个CD头 那么CD头呢 那么实际上 这有一块弹片 所以当时在我一起拆的过程中呢 已经把这个弹片给拆掉了 毁坏了 所以我可能要 找到我的那个废弃的 那个CD头 我们把那个东西给装回来 那么我下面去找那个东西 好了 那么我目前呢 已经成功的把这块板子找回来了 找回来了以后呢 那么我 必须再把它呢 再给它装回去 哦 果不其然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地方是它的那个弹片 那块弹片呢 阻止了它的这个 这个导轨的那个上移 那么我当时呢 就 这个地方疏忽了 我没有想到 这个地方居然是一个机关 我把它给拆掉了 好了 那么这时候呢 我把这个再装回来 可以看到 这时候呢 这个导轨呢 就已经完全的被 压制了 那么似乎呢 这一切都很好 好了 那么我们对它呢 再进行了一次测试 看看这个X轴 现在 哦 还是不行 运动的不是很平滑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原来也见到过 这种情况刚出现的时候呢 实际上 也不是太难 那么问题是什么呢 那当时只是说这块马达 我当时在使用这个电条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还记得吗 就是说当时我在使用电条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使用的是 0. 我看一看 就是这是X轴 那么这个X轴呢 当时我所使用的这个reference呢 可以看到呢 是0. 0.14伏 0.14伏 那么看来这个0.14伏 对这块马达来说呢 它并不是很合适 那么这个时候 我再把它签 轻轻地给它 调整一下 那么理论上呢 我是不能使用这种金属的 我应该使用陶瓷的那个 应该使用陶瓷或者塑料的 起子 但是呢 因为 我认为我自己的水平还是蛮高的 所以呢 一般来讲 不太会出现这种 失误的情况 那么建议大家呢 应该是使用陶瓷的 好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把这个电压呢 调到了0.27 那么我认为0.27呢 又太高了一点了 那么0.27 又太高了一点的话 那么我把它再调回来一点点 好了 调回来一点以后呢 这个时候 我看看啊 这个时候的电压就变成了 V-reference电压变得0.23 那么我认为0.23呢 然后我再通过手呢 去测一下 那么我认为这个马达呢 从目前上来讲 没有出现太多的过热和其他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再重新的拿回来 再对它进行一次测试 看看这时候X和Y 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个屏幕的这个方向 那么我对它进行XY 它进行一次控制 不动了 为什么不动了 这似乎 不是我所需要 想需要的 那么我先看看Y轴是不是还动 Y轴也不动了 为什么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那么我把这个系统呢 重启一下 好了 那么重启了一下以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系统 整个全部都重启 重启了以后 这个时候呢 我再重新把这个电源呢 再把它加回来 加回来了以后 这时候我再 回到这个位置上来看一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了 我们在这个屏幕上来 重新加载我们这个UG CS 那么打开我们这个Open 那么这个又是好的 那么我可以看看状态呢 也是OK的 那么我回到这个Machine State 看看Y 好了 看 Y是好的 那么看看X最关键 X 你看 好了 大家现在看到了吗 X已经完全可以平滑的运动 那么我手来通过摸一摸这上面呢 那么一切都是非常的完好 看 好了 那么就是在目前为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 我这个项目呢 已经是完全的 到目前为止是非常的理想 那么唯一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当时把这个CD啊 再重新装回来了 那么CD装回来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表面上啊 就凸起来了 导致这个平面呢 就远远的高于我这个平面 那么下面呢 我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呢 我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 一个 一个 一个这样的形状 那么呢 粘连在我这个上面 那么从而呢 让这个最后 最终我的这个平面啊 另外大家可别忘了 我这还有几根讨厌的线呢 我这几根线可能也要把它解决了 这样的话呢 让这个线呢 不能暴露在外面 阻挡我这块平板的移动 这样的话我需要在这个上面呢 安放一块标准的这个 稳定的平台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我这个画板呢 在这上面自由的移动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呢 做这一股部分的工作 我们把这个电源呢 全部都 shut down 看来现在 so far everything is good 那么在经过了这个 长时间的这个思考之后 那么我最后呢 还是决定 那么我这块板子呢 是我的一块那个 很早的时候的iPad 因为固定我那个iPad的一块 就是iPod的一块板子 那么这个板子呢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平整 唯一的缺陷呢 就是说中间有几条缝 那么呢 我又不是打印什么 因为我是10克 所以对我来讲 激光对它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好了 那么这块板子呢 也是perfect 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可以从这个门缝里面呢 可以自由的穿入 那么现在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呢 就是它如何固定在这个上面 那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 那么最终我还是选择了 使用双面胶 我觉得双面胶 还是有双面胶的优势吧 因为这种双面胶 还是比较 这个整个 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方便 因为 必定没有什么太多的沉重 对吧 如果是 如果是一个很 沉重的动力项目 像我上一次 制作的那个 绘图仪 那个高精度的打印机 那么这个时候呢 考虑就比较多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那么我认为呢 考虑不是太大 好了 这个时候就 我把这个双面胶呢 就装上去了 那么这时候呢 我的眼睛呢 就在下面 台面上进行目视 看看呢 这个时候 会不会对我的这个板子产生影响 那么经过目视以后呢 我觉得 好像 没有太多的这个干扰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把这块板子 非常小心的 把它架设在我的这个 台面上 好了 这时候可以看到呢 那么我经过 轻轻的移动呢 发现呢 它们是非常的 你看 可以从这个门里面呢 自由的穿入 好了 这时候呢 我就非常放心的 把我这个双面胶 完全的这个 固定在我这个台面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时候这个台面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那水平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 我的眼睛呢 跟我现在的桌面 是水平的 可以看到 非常的水平 大家可以看一看呢 从这个角度看 从这个视角看呢 这个工程呢 是做的是非常的漂亮 大家可以看 你这个玻璃面了吗 那么这个玻璃面呢 在这个上面呢 是非常的水平 可以在自由自由的移动 你看 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像 对没有任何太大的问题 非常的好 好了 那么现在呢 这个阶段呢 那么我认为 我的工作就已经 完美的都 完全的完成了 那么我们下面一个阶段呢 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激光器啊 激光器的驱动电路呢 那么装上去